芒果台下一站歌手官宣定档 其四军接替何炅 那英 凡西亚 谭维维 黄启山 孙楠 周杰伦等强势加盟 近日 湖南卫视音乐综艺下一站歌手正式官宣 将于8月30日在湖南卫视 芒果TV双平台播出 在下一站歌手获得优胜的选手将会直通歌手2025 想必很多歌手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 在音乐竞技类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 一档全新的音乐赛是下一站歌手尚未开播便已吸引了众多目光 这不仅得益于节目本身的创新性和专业性 更在于其强大的宣传攻势 在开播前夕 一场名为音乐大咖打扣的活动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热潮 那英 凡西亚 谭维维 黄启山 奇遇 孙楠 周杰伦等歌坛重量级人物 纷纷为下一站歌手站台助威 那英 作为中国音乐界的标志性人物 她的加盟无一为节目增色不少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期待下一站歌手的舞台 相信会有一批优秀的歌手在这里脱颖而出 为华语乐坛注入新的活力 凡西亚 这位拥有独特音乐风格和超高人气的歌手 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为下一站歌手加油 这个舞台将见证新的音乐传奇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了 谭维维和黄启山 两位以实力著称的女歌手 也分别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节目的期待和支持 谭维维表示 下一站歌手将是展现音乐才华的绝佳平台 我相信每一位选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黄启山则感慨 音乐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 期待在下一站歌手的舞台上 与大家一起见证更多的可能性 齐宇和孙楠 两位在乐坛有着深厚影响力的歌手 也加入了打call的行列 齐宇说 下一站歌手是一个让梦想发生的地方 我为所有敢于挑战的歌手们加油 孙楠则表示 这个节目将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享受这场盛宴 最后 周杰伦这位亚洲流行天王的加入 更是为下一站歌手的宣传推向了高潮 他在instagram上发文 期待下一站歌手的选手们 能够带来不一样的音乐火花 让华语音乐更加精彩 如此多的音乐大咖为下一站歌手打call 不仅展现了节目在业界的号召力 也为即将参赛的选手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随着开播日期的临近 观众们的期待值也不断攀升 相信下一站歌手将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的音乐节目 湖南卫视 作为中国电视界的佼佼者 多年来已指吻居省及卫视收视第一的宝座 其成功之道在于不断创新和推出高质量的原创节目 在这些节目中 音乐综艺只是其丰富内容的一部分 但却是最为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板块 从早期的快乐男生 超级女生等选秀节目开始 湖南卫视就展现出了其在音乐综艺领域的强大实力 这些节目不仅为华语乐坛输送了大批心血血液 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回忆 披荆斩棘的哥哥 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 则再次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综艺的认知 将不同年零层的艺人汇聚一堂 展现他们的才华与魅力 时光音乐会以其独特的音乐分享形式 让歌手们的故事和歌曲深入人心 我是歌手则将已经成名的歌手重新带上竞技舞台 激发了他们的潜能 也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乐在其中 深入人心等节目则聚焦于音乐的多元化和专业性 让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人走进了大众视野 我想和你唱这样的互动音乐节目 更是打破了传统音乐节目的界限 让普通观众也有机会与明星同台演唱 极大的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和节目的亲民度 而歌手2024的横空出世 更是将湖南卫视的收视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该节目以其精湛的制作水准 豪华的嘉宾阵容和紧张刺激的竞技环节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收视率直接破一的成绩 不仅打破了湖南卫视自身的收视记录 也再次证明了其在音乐综艺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湖南卫视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居省及卫视收视第一 离不开其对原创内容的坚持和对观众需求的敏锐洞察 未来 相信湖南卫视会继续以其独特的创新精神和专业态度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分成的节目 继续书写其在电视行业的不朽传奇 随着下一站歌手的筹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 节目组宣布将有24组歌手登上这个充满挑战的舞台 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节目组采取了歌手自荐和网友推荐的双重选拔方式 旨在挖掘更多具有潜力的音乐人才 然而 据我观察 目前报名的歌手数量似乎并不如预期 像李久泽 姚小棠 李奇 林志乐这样的知名歌手虽然已经报名 但整体的自荐人数却远低于歌手2024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网友开始在网络平台上积极推荐TF三代练习生邓嘉欣参加下一站歌手 邓嘉欣 作为TF家族中的一员 虽然年轻 但他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粉丝们认为 邓嘉欣有着独特的音乐气质和不错的唱功 是时候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了 尽管粉丝们的热情窥见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对邓嘉欣的支持 但客观来说 邓嘉欣登上下一站歌手的几率可能并不大 首先 他的年龄相对较小 经验尚浅 与节目中那些经验丰富的歌手相比 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磨练 其次 虽然邓嘉欣有着不错的唱功 但在高手如云的下一站歌手舞台上 他可能还需要继续锻炼和提升自己的音乐实力 不过 粉丝们的推荐并非全无意义 这样的呼声至少能够让节目组注意到邓嘉欣这位年轻歌手 也许在未来的节目中 他会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展示 而且 即使这一季的下一站歌手未能成型 这样的推荐和讨论也为邓嘉欣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对他未来的音乐道路无疑是一种助力 下一站歌手的舞台始终是开放的 他欢迎所有热爱音乐敢于挑战的歌手 无论邓嘉欣这一次是否能够成功登台 相信只要他不断努力 总有一天会在属于他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备受瞩目的音乐竞技节目下一站歌手近日正式公布了主持阵容 新生代主持人齐思君接棒前辈何炯 成为了这档节目的新任主持人 这一消息已经公布 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芒果台的年轻主持人中 齐思君以其稳健的台风和出色的主持能力 已经成为了最耀眼的新星之一 齐思君的主持生涯可以说是星光一 他不仅成功主持了披荆斩棘的歌 这一线像级的综艺节目 还在乘风破浪的节节中展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和亲和力 这两档节目都是近年来电视影评上的热门之作 齐思君的出色表现也为他赢得了业界的认可和观众的喜爱 作为一位年轻主持人 齐思君的成长速度令人瞩目 他不仅在主持技巧上不断精进 更是在与嘉宾的互动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和应变能力 他的主持风格既轻松自然又不失专业性 能够在紧张的比赛 分为中位选手和观众带来舒适的观看体验 此次接棒下一站歌手的主持工作 对于齐思君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将在节目中与来自各地的优秀歌手共同见证音乐的力量 用他的专业和热情引领观众进入音乐的世界 齐思君的加盟无疑为下一站歌手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观众对节目的期待值进一步提升 在未来的节目中 齐思君将如何与选手们互动 如何把控现场的节奏 以及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解读音乐的魅力 都将是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 凭借齐思君的才华和努力 下一站歌手将会是一场精彩分成的音乐盛宴 下一站歌手主持阵容共三人 除了齐思君之外 魏哲明担任新生串奖人 李沙明子担任互动主持人 魏哲明是一位歌手 演员 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三年后 离职后加入演艺圈 魏哲明相当于接替了海拳的工作 期待他的表现 海拳在歌手2024中频繁出现失误 将他换掉是正确的决定 梁翘百加盟下一站歌手 8月27日 梁翘百官宣加盟下一站歌手 担任该节目的音乐总监 有梁翘百在 就不用担心编曲了 歌手2024虽然收视火爆 但很多个的编曲都被网友吐槽 梁翘百曾担任过 《我是歌手》的音乐总监 当时备受观众好评 除了殷宗下一站歌手官宣定档外 另一档旅行 综艺花与少年六正式官宣定档 将于8月28日播出 喜欢的朋友可要准时收看哟 对于下一站歌手官宣定档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